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阿弥陀 今天来跟大家谈 这个我们园长们给我说要谈有关于智慧之光 怎么有一个优质的乃至坦荡的这种生活 那所以说我就把题目姑且定就是寻找自在喜乐的源头啊 就是一个怎么去为自己找到 那是为别人找到这个自在喜乐 其实我想在还没开始之前啊 我稍微讲一下我现在的一些态度 这个态度当然应该也要从我生病的因缘谈起 生病病得很现实 那治病当然要治得很现实啊 如果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要这样谈呢 就我们必须要把学佛找回它的现实感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找到自在喜乐的源头啊 有时候如果又是一个普通的演讲的话 那大家听听也就罢了吧 因为这样的东西不要说佛门啊 到处都是 那这样听 我觉得如果我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但我现在的动机就是 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样来用 就在我生病的时候 我希望怎么样来具体 有时候我们躺在病床 有人会跟我讲 师父你就放下 我那时候就想说 不要跟我讲这个 别的不会这个我最会 你在跟我讲这个 现在不是放不放下 给我水喝最重要 你让我水喝了我就放下 所以其实这个我就好几次 我在以前921的时候 南投县政府有请我去演讲 针对灾民 那讲什么啊 我又没有受灾 那我讲了那么多话 有时候 讲不如干脆听就好了 因为我又不容易感受他的苦 因为我又不容易感受他的苦 讲那个空投支票有什么用 但又要讲 所以我就自己设想 我因为地震家破人亡 我因为地震家破人亡 那我要讲出去的东西 就是必须我 当我面对的时候 我希望得到什么援助 包括我的心理 我希望怎么样跟我开解 我那时候就自己先设想一下 那因为所有的观念 我不希望他只是一时的感受感性 我们希望他是有用的 那尤其在座的是老师 其实我录了佛门大概 我大概都是主要还是从事教育工作 我 我是读哲学 我读到 我读没一二年的时候 我就发愿 我以后要当老师 以前是要当科学家 要当什么当什么 我讲了很多 后来我竟然我的志向 回到当老师 在闽南话有一句话叫 告娃娜 那个告娃娜 有点稍微轻蔑了一点 可是我自己怎么会选择当老师 我虽然年轻人 但也许这个不够现实 但我那时候体会到 教育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国家的 或许我还在幻想 但我那时候下定决心是要当老师的 后来老师没当成跑去出家 不过虽然出了家 我还是当老师 所以我在佛学院的教育前后也 一二十年 但是一路上我从事的是教育工作 我很尊重这个工作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一句话会决定人的一生 就像在病中一个好医生 对你有一种绝对性的影响 一个好的护理人员 对你的慈悲 你感念在心 因为他直接让你减少痛苦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要很慎重的 尊重这份工作 我不希望他讲得太道德 我比较偏向的实际 就是说 我们往往只在乎我们职场上的一些工作 但这背后有更深刻的意义在里头 我常举一个例子 有人走走走到悬崖 但别人不知道他要走到悬崖 他自己也不知道到悬崖了 所以有的人甚至说 你走路会不会累 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 你会累我帮你推一把 那就推一把就掉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其他人不知道他正靠近悬崖 可是你一个有智慧的人 或是看清楚的人 你不需要付出很多 你只要跟他讲向后转 向后转三个字 就救他一命了 就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在适当 假如我们本身从事教育工作 不然是不是老师 乃至法师也是 有时候我们在谈很多道理 有时候我在跟我的学生讲说 我们在教育人不是光靠好心 也就是说我当医生也不能光靠我的好意 就能帮助人 你的好意如果无效就是无效 你在有好的医疗的心情 但你治不了病就是治不了病 你非常慈悲 我也只好跟你讲感谢你的慈悲 没效就是无效 就这样 没效就没效 乃至你跟我开示 我现在不是要开示 你要跟我开示也可以讲有用的 你要教育我可以有很多的技能 但你最好给我一个实际有用的 我常讲佛法要心啊 最重要不是很 佛法要心它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有用 但我们现在的有用不是在讲到 一定要很一般的功利 这样的有用 但佛法之所以有用 一定要找回它的源头 找回它的实质精神 这时候佛法如果具体让人家有用 不用你推广 它自己会来 现在是不是出家都越来越难对不对 家都没够还要打冬 我们当中有准备到生了一年 要再给你出家 我讲闻南话你们会不会听到 就是说 吃都不够还要晒 还要晒神干怎么可能 但我当然不是在讲鼓励 现在不是在鼓励出家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很多人在忧心这个 但我觉得这个不用忧心 忧心的是你能不能给人家真实利益 达到佛法给你的真实利益 医生要不要宣传 现在医生有的也不好过 但如果医得了好人的也不用宣传 门庭若市 不管中西 连中医排队都排 整大楼塞得满满有效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 一个回到一个很现实的就是 我们现在大家都希望自在喜乐 这个是一个很通俗的一个题目 但我希望这个通俗的题目 却给我们有一个实质的作用 为什么 你可能就是你的教育的生涯里面 可能很多人因你得利益 但你不知道 我们现在讲的失道 传道受业解惑 其实这是很神圣的 我现在发觉我们很多话 如果我们只是在名词上来看 你反而会失去你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当然不断在设想活法要如何新的时候 我们想到很多的制度 很想到很多的中间的设施怎么样 结果我们忘了 你自己受不受用啊 你自己是不是真受用 所以绝对不能靠只是一份诚心 一个不断在利益的人 他必须实时很务实的自我还行 还行这一个他准备传授出去的东西 到底实不实用 必须要这样讲 所以如果你具有 就算你的智慧不是很多 但你具有一种实用实际的 这种经验 你知道 你这一份正确的态度跟智慧 将有多少人得利益呢 我最近也在想 我们现在有时候弘法立生 是不是要人很多 我们要不要逃离满天下 也可以 但我现在思考并不是这样 多跟少怎么看 我就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是一根蜡烛 那我就看到好多外面有很多蜡烛 我就开始点 这叫无尽灯吗 对不对 我点 哇 几百万根 都被我沾过 我这样度人 度人无数 点过几百万人 结果忘了有一点 就是自己没亮 没亮 你点那个还不是没亮 那你说我只要点一人 我点让他亮智慧 同时我也点出 由智慧产生的慈悲跟精进勇猛 换句话说 我点他 他会点别人 所以我只点一个 其实代表什么 是无量 为什么 他实在 他的智慧实在 他的慈悲实在 所以他点下一个也会是什么 实在 所以只要一个实在 后面有很多人很实在 所以虽是一 其实是无量 你刚才的无量 其实是零 你都没亮 你怎么亮 好 那你如果了解 除了我们现实的 教育的工作之外 你随时就可以点亮很多人 你假如把它当作一种非常 你把它当作这是你的机缘 这是你的福田 我经常讲说 医生其实命不好过的 我曾经 知道有一个李居士 他们整个家族都是医生 他跟我讲 他绝对不嫁医生 我说为什么 他说绝对不要 我想说医生 什么叫医生 我们用实况去想 医生进来的 会笑的 只有精神科的 就是进来 都是苦瓜脸 你就为了赚那么多钱 天天看那么苦瓜脸 你精神不会有问题吗 那怎么办 钱又多 但其实很苦 现在又轻易会感染 对不对 闻的都是药味 天天做同样的动作 医的好 还有成就感 有些医生 医到不好 他自己说 我下次很苦闷 因为 药方就是这些 有些就是医不好 很没成就感 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是那一份什么 慈悲心 没想到医生 他的快乐来源 必须因为慈悲 他如果眼睛只有钱的话 他真的是在虐待自己 他赚的钱是留给后面的人用 他很少用 我曾经听到有一个医院 他们做检查 很多有名医生 他们本身都得重病 压力很重的 医生其实压力很重的 因为他要决定人家的生死 尤其是越近者的医生 是越可怕 抓不到 所以医生会讲说 照理是这样 实际不知道 有时候也碰到 我很想掌握的病情 可是实际上 他能就一些医疗检查到这样 但到能彻底完成掌握 神 除了是神 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摸索里面 好 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 我们在 我们试着在做 我们虽然有心 但我们做 我们不一定做得到 但我们假如开始能实际上去利益到人 我如果还有这个慈悲心 就在我的工作之余 我多了一点付出 我薪水造灵 但我造灵的时候 因为这是我的四间八正道 我该做 但我却有一份不断希望 每一个环境遇到我的人 因为我的人 因为我的人生智慧 我没想到 我当一个老师 当一个普通凡夫 我竟然就是一个点灯者 有没有可能 有 那点的多亮 就看你自己亮多少 但有些人 因为他很健康的 很理性的 很有经验的 很多人 他可能受你影响 影响他一生 他都不知道 但的确你影响他的人生观 所以以前我在佛学院 我就跟学生讲 我做一个老师 我该说就说 乃至以后你骂我 我都甘愿 但如果以后你要照这个二的时候 会想到大行两个字 那我就功德无量了 你本来要做百分之百的 去想到大行两个字 改为百分之八十 我就度你百分之二十 你要知道 在第一月报子里面怎么样 我杀人杀的满心欢喜 这个夜很重 我杀人当中 我后来还是杀 但在杀的过程当中 有点躊躇 有点顿悲 稍微 犹豫一下 你知道那夜报就差很多 就是幻界的异乐心 这么一点点 其实他的夜报就差很多 所以你可能告诉他 你不要伤害人 他还是伤害人 你会很难过对不对 不是 其实你已经度了他了 他从判死行变无奇图形了 就是这个 好 所以尤其是当面对老师的时候 其实这一份随时尤其是 在佛法里面开启人的心智的人 其实都是很关键的 所以在佛法 灵验犯戒也不要 灵验破戒也不破见 破坏他的观念 所以一个具有引导人观念的人 他其实是很重要的 尤其如果他给更积极的 更有智慧的 这样的人生观跟这个智慧 你知道 你这么 就像 你不要忽略了 你可能就一个简单 一句话 启发一个人的菩提心 我们在座 有的人修复也许久 有的人不一定很久 你知道菩提心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现在避免抽象化 一个人开始知道去观察 人的根源苦在哪里 而且开始知道 往正确路去解决自己的苦 甚至引导其他人 应该往这里解决苦 心量开始放大 方法越来越正确 其实这样的一个 务实的 很务实 就像我碰到有些医生 他说 我今生学的这些医术 假如没传下去 我对不起上天 上天给我这样的医术 我没有传出去 我对不起 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我知道人很苦 所以我试着从这里解决苦 我看到很多病人苦 我希望很多人也学到这个医术去解决那些病苦 这个其实就有菩提心的内涵在里 我讲 我这样举例是希望把菩提心具体化 所以假如我们在无意 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鼓励人家既有那种自觉 解决他的这一份心理出来的时候 在佛法里面他的功德是不能衡量的 就像刚才我讲的 我如果让一个人慢慢走向正确的理性智慧的路 同时又把他的那种悲心给带起来 你知道他后来会影响多少了 连火都说不完 为什么 因为他就没界限了 这里面也很有意思的 我们皈依的时候就有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发这个愿的人他有多少功德 连火的广长舌都无话说 为什么 因为无边 无尽 无量 无上 无无无 所以因为他无 所以连火都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没界限 所以后来为什么在佛法报恩的第一步 发菩提心 我们未来这边会有办地藏期 我常在问说 有的人碰到障碍是不是就送地藏经对不对 是啊 可是我就问 地藏菩萨还没成地藏菩萨的时候 那个 光木女啊 婆罗门女的时候啊 她母亲要度她母亲的时候 她送哪一部经 大家想了半天 没诵经啊 我说她没诵经你为什么诵 地藏菩萨当下把她母亲度出第一 她是诵经的吗 她不是没有诵经的 她是发菩提心 她知道众生很苦 所以她发未尽未来 度罪苦众生 是这个心 这个心她母亲就出了 所以她是积极的 活法向来是很积极的 所以她没诵经啊 没诵经是诵经 我们诵经没诵经 你在讲什么 你注意听就知道了 送了老半天 没那个精神 精神做到的才叫诵经 你们有没有诵金刚经 你们会不会诵 我常举例啊 你们要诵金刚经哦 金刚经功德很大啊 像我啊 天天都在诵金刚经 你们业障很重 都没诵很糟糕 要像我这样 你知道吗 金刚经讲什么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我啊天天都这么诵 你们这些业障鬼都没诵 你们有没有听出来 老半天都是我我我我我 你诵跟没诵还一样 一个人一直把诸我 这苍显的那么高 你跟金刚经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如照着做这才叫金刚经 你念的不算啊 你懂得去看清楚 这种以自体为中心的虚谬过失 这才叫金刚经嘛 若见诸相飞相 则见如来啊 保持智慧 看清楚真相 这叫金刚经啊 你一直念 你念的蜡蜡蜡蜡蜡蜡 看不见 念到老半天 很多事情都没搞清楚 你这叫愚痴哪 叫金刚般若 好 这个道理 好 所以很多人就入了佛门啊 我们入佛门的目的在哪里 求今生来世 对不对 解脱嘛 对不对 好 希望得利益嘛 所以我们就诵金啊 金刚经啊 地藏经啊 很多经啊 一直送送送送送 对不对 我们入佛门有期待 希望有现实利益 希望有来世 更高的希望解脱 更高的希望成活 这个都对 我现在其实我都没讲 我都没有火钉 我们方法很多 诵金啊 念佛啦 拜灿啊 修善啊 对不对 持戒啊 都有都有 好难得 这个目的对的 好 那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 当然我不知道在座的血火状况怎么样 但我要问感应怎么样 感应呢 务实一点啊 讲感应 我都很讲感应的 很多人在血火不求感应 那么看医生不求感应 你干嘛看医生 当然求感应的啊 问题那个感应的层次 不是你那么肤浅的感应而已 当然求感应啊 实事求是 学佛向来是很智慧的 哪像我们这样蒙着血啊 乱坐一通 一通 到最后 哎呀你要好好学 自己都怀疑了 还要叫人家学 那不是很怪吗 我不是有说 我是想说 鼓励人家往生 我那个躺着人 也一直念火 要求生净土 旁边诅念一群人 也是你要求生净土 可是迷眼的你看 躺着很想火 诅念的也都很想火 你何必骗人 你不想去吗 哪有人想去 你躺着想火 你当人家注念 一直鼓励人 其实你也想火啊 你知我知 大家何必蒙在那里 好不好 你想活 但我 来自内心告诉你 其实求生非常好 必须你自己信得过啊 你信不信 只要你信得过 对方没信 他会受你影响 一个老师 如果具有那份真知灼见 很丰富的人生 观察各方面 带着那份诚恳 跟学生讲 不一定每个人听 但就比较容易感动学生 为什么 你里外一致 你里外一致 修行人也是如此啊 我叫你往生 因为我真的也想去 这叫同事社啊 同事社就是说 我叫你做 我比你更积极做 对方就讲说 他都这样做 绝对没有骗我 一定有好利益 他叫我做 他自己都不干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叫我做 他做的比我更彻底 有意思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 强调的儿子外表 但我们一直失去他的本质 所以我们现在学活 我们在寻求感应 因为你要教 你同时讲感应 又讲不感应 你自己是不是定好一点嘛 你又入了佛门 我们不求感应 可是你明明就求感应进来的 你又不讲不感应 到底要不要感应啊 今天也都讲感应不是吗 我们当然求感应 唯有你很务实的求感应 你才会问你的方法恰不恰当 就像我现在 我出家也这样三十年了 我一直在反省 我到底利益什么人 那有些人赞叹我自己都在观察 真的功德吗 功德在哪里 我觉得尤其是修佛法的人 不容欺狂 不要欺狂 你要很真实的知道 或者自己不好好的解释 那这条路里面变成很特别 我觉得有时候修行 有时候难免自欺欺人 为什么 因为他寻求感应 且又没有真正寻求感应 我们佛法是不是讲因果 我诵经拜赞念佛修善 我当然是知道他跟他的关系啊 但你真的知道吗 其实他是有关系的 但你的关系不深 因为这中间有很多内涵没有 所以因跟果没有连结 不是你讲的连结 没有连结 我们都知道念佛往生 谁跟你说的 念佛不能往生 不一定 那念佛能不能往生 可以 那到底可不可以 要看因缘啊 中药 中药是不是都很多 主要的药还有药引 各方面就接起来 因你的病 所以帮助你 有时候单方药也可以的 不过很多是配合的 为什么 你的病是各种条件的 你的药要配合条件的 我们不是说买车也有那个什么 阳春车 阳春车便宜啊 如果是什么级的 那个就贵了 为什么内涵不同啊 隐情一样 但开始负义内涵的时候 作用不大一样 舒适度不大一样 对不对 那世间法都如此 佛法当然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 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留意 我们必须要真的去寻求 这一部分什么 感应 但我们有没有感应 当然你们如果在佛门不久的话 讲这个有些就是 或是有的人还没真正的正式的学 那这个谈会比较远一点 但如果我们已经学过很久的人 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你必须要很务实 很现实 你不要怀疑 你就问 那怎么会感应呢 所以我常讲就是 有的人学过了一二十年 二三四十年 你看医生七天没用 你就问医生哦 你这个药吃了二三十年没用 你不会问 那不然很乖 问啊 该问的还是要问 对 他很现实啊 唯有你很现实去问他的因缘 这时候学佛的智慧才出来 你敢去面对 就像我们世间人 很多问题啊 只治标不治本 什么叫标 就是表象的因缘而已 本是更深刻更彻底的因缘 我如果看到更深刻更彻底更根源的因缘 我解决是不是能从根本解决 我只是要针对某个症状 而不是针对他的病根 那我这个症状压下来病根还是在啊 这个问题 那我所以说我们一般在学佛就很彻底的问自己 到底所求何事 我如果要现实利益 我当然就是现实利益啊 是不是 我们要求来世 那求来世的根源在哪里 来世有些我们看不到 有 因为也不是我们每个人智慧可以看得到 但不要因为求来世却忽略了眼前 因为来世要是有效 现在也一步一步要有效 你布施不一定得富贵 现在不一定得富贵 但布施里面所产生的功能 其实在你内心里面开始出来 为什么 布施会去贪 因为贪让你不自在 你试着在布施的时候会去贪 你会比较自在 持戒 很大的功德 你不一定现在有 但持戒 守护身心的功德 你应该一分一分要有 对不对 禅定也如此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的眼前的审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很现实 就从我们现在 包括你即便是世间法 很多人说这个方法有效 做这个工作如何如何如何 要是我 我都会做实验 我认识一个七十几岁的 在种花果树的农夫 他还在买了一个几十万的 那个显微镜 他在调查病虫害 有一次我去他那边 他有一个餐厅 我带了一位 一个大师级的医生 去他那边吃饭 他讲他怎么去 他说 他如何做实验来看植物病虫 我们那位医师他说 如果有机会他要找这位 去他们的单位演讲 因为很实际 他们在做实验是纯粹针对 他现前的植物的病虫 他不是在做报告交代的 所以一口气做了很多的对照组 实验组就一口气 然后很务实的一直盯着 所以他们很多的经验 有时候比教授还行 这是实际的 为什么有的人久修无功 因为不实际 修行当中所应该具足的内涵 你没有具足 那不要讲修行 包括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会怪环境 对 环境有环境的理由 但我觉得应该要问的是 你到底行不行 有些年轻人要去应征 现在的应征跟我们以前 那个也不大一样 我就问说你要去应征 他说问我说怎么样去面对面试 我说先不要谈技巧 如果你是老板你会不会用你 他说不会 那你就不要去骗人 你都不想用你自己 你为什么让别人用你呢 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那个日本老师训练我口试 他说你一定会上 他说我们日本喜欢你这种人 为什么 很清楚自己目标要往哪里走 你很了解你要去的这个学校 你很了解你自己 你不用夸但要很无视 因为你如果夸人家也听得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你傲慢 但你很清楚 我今天来到你这里 你不用我 其实你是损失的 你要有这种信心 为什么 第一个我绝对是不会贪的人 我是一个尽责的人 我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我人际关系向来不差 因为我具有那种热忱服务的精神 还有在这个领域 所需要的专业我有 我不狂妄 但我真的内心里面的确 我做好这样的准备 所以你有东西没东西 你说出话来对老江湖一文就知道 嗯这个可以 所以一口试啊要是我 我就问说 你曾经失败过吗 没有 这个这种人我不用 我常失败我也不用 常失败你拿来最当实验的 都没失败过危险 没经验 有有失败 怎么失败 怎么起来 这是重要经验 我就从你的失败对错误 包括我就讲 我现在公司有问题 请问你怎么解决 我讲实际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理论 你不要学历拿一大堆 那能用不用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就讲 我现在有哪些人事问题 公司有哪些因缘问题 你马上跟我讲 你都怎么处理的 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 拿公司 那么大的公司 让你去实验啊 所以我们要讲说 烦恼是好医生 烦恼是善知识 因为这是他历练的一个 真实的智慧出来 不是吗 所以后来你又发觉 你在引导别人是啥 言之有物啊 为什么 这是你的具体经验啊 所以在修行当中 有很多问题我们会碰到 但你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 包括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 应该仔细生活 我的仔细生活 不是只是一头栽到你想要的东西 而不问他的因缘 你应该从过程的很多因缘当中学到智慧 好 我们现在在谈 因为我们现在在追求一个东西 我现在谈的是佛法 其实包括世间法 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规则 所以有时候有些演讲 一口气就要几万块 我说这个实在是 越贵的大家越想去 不用钱了就没人来 明明我们这个比较好的 算了 开玩笑了 我妹妹怎么啦 我好像一马上 有时候广告啊 要一点广告 还有要讲说很神 现在最近听说又有一个火出来了 台湾出了很多火你知道吗 不是藏传的火火 是真火咧 但有的火还戴眼镜 因为我的眼根好像有点缺 还要戴眼镜 我记得在经典我没有看到火世尊有老花眼 没看到 但现在都有 什么都有 真的很厉害 一下子 我也不敢这么说 但我有时候这种宣传 我要是我 我也会啊 我也可以催啊 我也想说 你知道我渡多少人成阿罗汉 你知道吗 其中有一部分现在在南极 躲起来不让人家见了 另外一部分在北极 你们如果要找 应该找得到 不过不容易 那我有讲跟没讲一样 不过你就信了 所以我昨天才跟他讲说 如果大家笨到这样 看到你又流口水 怎么样 不骗可惜啊 现在为什么宗教会乱 因为大家笨到不骗可惜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被骗的 我说 哎哟 你讨厌都讨厌上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看不清楚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以前在学火 我当初其实我读哲学的时候 我没有宗教 还没有宗教 不是很明显的活教 但当初我就有一种想法 我为什么要读哲学 我其实本来是读植物的 宾主的 后来就读哲学 因为我觉得世间很多东西 找不到标准 很多都人淫欲云没有固定 我希望有一个绝对的东西 这个绝对可以是上帝 可以是神 可以是哲学 可以是什么 但只要给我一个标准 我后来发觉 这个其实是正确态度的 为什么 我要皈依 但如果我所皈依的本身会变动 那不能成为我皈依 为什么 因为它不安稳 人淫欲云 一时有效 一时没效 这种东西 不能成为我的医子 或者你讲说你力量很大 但我又看不到 你用权威 你用权威来要求我信 你拿个东西出来 所以有人信一个宗教 他讲说 哎呀这个活教 他们不是 他们是一贯道 他们就讲说 他们怎么信 我说你这个讲法 有点跟历史违背了 这中间有些人重复了 他说不是我说是这样的 他就跟我争 我说不然我们来打赌 我们出家也不能打赌 但我跟你赌一次好了 赌什么 如果你对 我现在就跟你去 如果我对 你现在就出家 你敢不敢 我敢你敢不敢 为了真理我什么都敢 他不敢我就赢了 我敢真的敢 我们就来查 具体来查 追求真理就要有这种勇气 所以后来我在大学 我后来就 选择哲学 我入了哲学 我就讲一句话 哲学如果找不到我要的 我哲学也不要 因为我以前那种年轻人 就是这种想法 后来所以我才入佛门了 我并不是纯粹一个 简单的宗教信仰 因为我没有设定 一定要怎么样 我没有 所以我们进入一个地方 我们开始念佛 我们开始拜善 我们做很多东西 但我的态度就是说 要有效 我这一生堵在这里 我才不甘愿 你知道我的青春岁月 三十年都在这里面了 我一半以上是在佛门的 我正是黄金时期 不像我们现在出家 一般年纪都大一点 我们那时候都是二十来岁出家的 等佣的时候都是那时候的 你想我要是没下堵住 那我就后悔一辈子不是吗 没有 当然是 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 好 所以我要追求一个真实可用稳定的法则 我要靠这个 我不能做了老半天 我找不到那个法则 我必须很实际的 我修到现在 我应用到现在 到底可不可依靠 就像我们在世间里面 我们为什么很多事情 我们发觉不能完全依靠 因为变动 对不对 活教讲无常就这个意思 因为他无常变动 我要靠很难靠 这个人人品好啊 你跟他一辈子好啊 不过 有但书 因为他心情好的时候 心情好的时候 他是顶尖好人 他哪时候心情好 初一十五 二十八天不好 那结果扣一扣 剩下一个月 一年才二十四天啊 那这个说好 好也不可靠啊 我们不要讲那么严酷好了 这个人很好 但好在某些状况会不好 就不要讲说初一十五好了 但你也不敢全部信任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变动的 我现在要找寻一个不变动的法则 这个法则要在我的诵经念佛 乃是我面对事情都要用得上的 因为离开这个法则 一切是变动的 诵经也是变动的 但诵经当中 要是有一个法则在里头 它就有真实感应了 那请问这个法则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努力 要从佛法里面学到智慧 我们就必须要学到啊 所以进了佛门不一定有用呢 不一定有用啊 不一定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我到底我在寻求一个目标 我希望今生得福报 我希望我来世能升天 我希望能解脱 我希望能往生 我希望能成果 你信得过 你知道你如果信得过 你的身心就改变了呢 在佛法里面有很细腻的心理 我们很多人 虽信但不信 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 起不了作用的 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 当我们神智不清的时候 靠的是什么 靠了你原来的老本钱啊 为什么 人家讲话你也听不懂啊 你感受的境界 跟一般人不大一样啊 你那个时空感觉不一样啊 就像现在能看得很远 对不对 但下浓雾的时候看不清楚 你急进眼睛睁开 看还是白白一片啊 你看了就不一样啊 因为你有很多药物在里头啊 但即便药物在里头 你还是有你的理性不是吗 就像梦中里面 梦中你到离开 你的房间是走门还是撞墙 你看做梦都还颠倒 做梦颠倒 出门都还走门呢 为什么 出门走门是正常 不撞墙很不正常 梦中里面看到蛋糕跟狗屎 你一定会选择蛋糕 你不会选择狗屎 你虽然做梦很颠倒 但你还挑的蛮清楚的 为什么 因为蛋糕狗屎的两个抉择 你在里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是真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些学习 必须要说服得了你自己 要有效的 因为它才能起作用 对吧 你不要只是一种感性 因为佛法要你的是智慧 不是要你勉强性 佛就讲过了 有信无智增长于痴 你看 哪个宗教是这样讲究佛教啊 因为佛教不是宗教 有信无智增长于痴 它不是叫你一直信 它要你真懂 所以佛法是教育 它是觉悟的教育 它就是教育 这是我很早就讲 我不管大陆 你们对大陆看法怎么样 最近他们习近平主席啊 就讲 佛教不是宗教 不是迷信 是教育 他能讲出这个来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抄袭我的 我讲了二十几年了 当然了 我开玩笑了 我哪那么伟大 你是谁 他可能还不认识吧 对不对 不过这句话 我出家以来我就开始讲了 讲了三十年了 好 所以我们很清楚 我们有一个很标准的法则 这个法则是什么 可能是上帝啊 可能是神啊 你找出来啊 你不能一下要我这样 比如说我临终的时候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一直求佛菩萨 你加持我 拜托佛菩萨 这叫禅曲你知道吧 当然我这样讲是一种 比较强烈一点啊 其实求佛菩萨是有用的 因为它是打开你的门 佛不用你求啦 你放心啦 佛不用你求 求只是用求 把你的心门打开而已 并不是靠求 佛如果要靠人家求 才敢应来佛不自在 因为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谈 自在天 如果要靠人家求 才给人家加持 这个自在天本身不自在 佛如果要靠人家求 才给慈悲的话 佛不慈悲不自在 所以求是你自己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不断在修行上 不知道他真正的智慧法则 一位在寻求 诸佛菩萨 容天护法的加持 你不觉得你很可怜 好像乞丐 拜托你施舍我 那佛在想 我找给你 你老是不用 就这样 你怨我 你怎么活 你为什么不感应 我学那么多年 你拜托你给我一点感应 好不好 佛这边 这各看各的 佛说 我就给你的老是不用 你一直求我 所以佛很伟大 人家一直怨他 他还能忍受 要是我就跳起来 不理你了 为什么 讲老半天不做 你知道我告诉你 怎么样才是得到圆满吗 你在感性上跟着我 理性上 却不照着这一份的智慧在走 我无可奈何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 第一个我们在寻求感应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拿现实去比对 你要讲说 很多就是 诉求于未来 我能不能往生 很多人 他对未来能不能往生 他不晓得 他只是期待临终 给人家给他祝念 那祈求诸佛菩萨的慈悲皆淫 他从不知道自己有几分把握 其实不是 应该是会清楚的 因为他有道理的 当然现在我们没办法一一谈 但他有意义在里头的 你唯有你现在印证的了 你临终才能怎么样 很稳定的不动摇 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看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谈其他的 我们谈我们怎么在寻求一个坦荡自在 对不对 我们如何是一种笃定喜乐 我们必须从这里 我们先不要讲荣华富贵 因为这个东西有了以后 很多东西你会知道价值在哪里 对 我们很多感应是不断一点一点来 你有哪些东西 在佛法为师里面讲 叫共相种子跟别相至相种 至相就是说 属于自己的可以先感应 属于大众的各方面外在因缘的 会慢慢不容易下改 你要改变这个社会 你可以先改变你家 你要改变你家要先改变你自己 你不要自己没感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不是这么讲吗 你家都不齐怎么那个 是不是 所以他有一定的原理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他会从我们自身在佛法也是这样 他会从自身开始看到改变 我们 什么叫创 我们就讲财富好了 学活有没有财富 对财富有没有帮助 有 经济的活动 我不是经济学家 我也不懂 但我知道是一个需要跟 就是他的一个供需嘛 是不是 我如果了解人心 我知道现在 依现在的生活方式 跟人的思考 未来会需要什么 我就在那边准备我的产品 我一定赚大钱 有的人观察了不够 以为人家需要 偏偏人家不买 那你就铁亏了 所以了解人心 了解现前人的那个生活脉动 其实可以掌握先机 这就是智慧 智慧创造财富不是 是不是 但你如果没有智慧 你观的很有限 甚至如果有很多说 我已经努力观了 但我怎么没有 什么都观好就没有观到地震 地震一来什么都没有 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要要求太多 但有人就知道这个东西 你一时富贵 在某个因缘里面 将会完全失去 所以后来学火的人 为什么要寻求一个更更远的 大富大贵 他看到的是更广大更广大的因缘 懂吗 我们看不到这个因缘 只能在就短暂的地方去调整的时候 去观察 你无法掌握充分的因缘 所以你无法去 怎么样 去得到你所要的 为什么太多靠别的因素在影响 所以昨天我在跟一个教授 他讲 他是一个清大教授 他谈到那个用数学控制 他在控制学的 就谈到哪些东西如何控制 如何如何怎样 其实跟活法一样 我发觉就很好懂 当然我只是说表面眼里也很好懂 你要控制到很细 就必须要把所有可能变数抓到 你如果是不是那么精准 你就不需要控制很细 你如果要掌握全盘 你最好是观察得很细腻 是不是 你想要成功 当然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失败因素在哪里 是不是 我知道我们不能光只是求 很多条件是你必须去促成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的就是 佛法其实本意我们在诵经刚才有讲过了 诵经刚经啊 诵很多经啊 其实诵经是什么 佛陀那时候有没有诵经 我常讲就是 我们有时候就讲说 各位同学请打开阿弥陀经 我们上次讲到第几页 因为佛那时候有这种事吗 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拿着笔记开始操 所以我经常挖苦为佛学院的学生 我自己教的时候 早上带着沉重的书包 然后上课一节一节上 上了这一课拿这本经书 下课这本收起来拿另外一本 准备下一堂课 下完课又背着很沉重的书包 回到辽房打开书 台灯打开 现在又要电脑开始读书 我说佛那时候也没这些了 佛那时候大家讲的时候 是活生生的问题 我告诉你碰到哪些问题 我直接引导你观察 是不是 那我们就坐着 我们就没有书了 我们就注意听 听那个法则 听那个智慧 心经大家都诵过吧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我们现在是 那我们现在是 诵心经 希望能怎么样 度一切苦恶 听说诵心经感应很多 对不对 结果心经一开头 告诉你那个重要的 你却没做 因为他说观自在菩萨 为什么会度一切苦恶 照见五蕴皆空 我告诉你就这一块 这一块没有 那要度一切苦恶就没有 我们天天送就是不会照 天天送金刚经 就是不知道 无我像是什么意思 它就不容易有所感应 所以你看啊 无怪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究竟年盘 关键在哪里 关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关 所以他给你的是一个真正的原因 因为他找到源头 所以我们刚才讲 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很优质的生活 我们希望我们是坦荡的 我常讲啊 在英文有一个叫open mind 对不对 我以前也在这边好像有讲过 open mind是开放心修嘛 对不对 你能开放吗 除了动手术打开 或者你开放心修 请问怎么开放心修 我们不要讲那个不能用的 开放心修有开放心修的理由 方法 不是你想开 我们当然自我要求开放也可以 但其实没办法开多开 就像我们念火要一心不乱 你只要一心不乱就能往生 我也知道 请问如何一心 这个源头在哪里 你只要自信信乐就能往生 什么叫做信 什么叫乐 要找回源头 对不对 我们都很想坦荡 我们也希望我们日子很自在喜乐 这个不用说 你我都有同样的需求期待 但做啊 所以我们变成很现实的 就要找他的什么 源头 找他的根据 你如果不务实的往这边走 你这些期待都是空谈 是不是 所以他一定告诉你 照见无音结构 那多难 没有啦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达到很难 达到彻底很难 过程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样复杂 是我们把很多道理模糊了 我们把它架空的 我们把它认为一个纯理论的讨论 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是不实用的 我们应该学完 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 诶 刚才那个人 怎么用白眼看我 因为刚才我忙 我没特别留意 但我心里有个底 有怪怪的 所以我晚上下班回到辽航 今天 对了 我记得 今天哪个时候哪个人给我白眼 嗯 啊 对 前几天我请他帮忙 他也不帮我 嗯 最近有一个人对我也不好 哎呀 那个人跟这个人很靠近 嗯 种种思考 终于下了结论 他一定对我不满 他一定在背后伤害我 修行成就了 隔天见到他就翻脸了 或是就是没有很把握 没有始祖证据 见到他也会给他坏脸色看 这样修就很实际了 这样修是什么 从现实的境界里面 冷静界定慧山学 然后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结论 明天就实用出来了 这才叫修行啊 我们现在是怎么样 日子归日子 到佛门归佛门 回去日子照过 跟佛门没关 割开了 你再写个三四十年 还不都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理解佛法 必须很实际 很实际的时候 我今天虽然到了佛门来 但我所谈的 所关心的 我其实是来自现实生活 我今天思考了 也不离开现实生活 我得到的智慧 也是回到现实生活 这就有用 所以你必须要学到最后 你要检查 我能不能更加自在 我对我的未来 是不是更加笃定 还是我模糊了 我只是 我入了佛门 只有给我一个未来的希望 那这个希望 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我只好不断的祈求 但我有几分 可以自己操作的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样学到这样 有什么意思啊 这样学没有多大意思吧 你几乎是把全部都交给别人 在佛法里面讲的自觉 这一部分你就没了 措施是有 但成分不高 变成你入了佛门之后 你自己的那种空间 反而少了 你必须要有很多 你不一定抓得很清楚的 很多规则 很多东西来决定你的未来 你的空间越来越不见 不是 那你这样就不自在咯 你应该是越来越自在才对啊 是不是 那佛法就开始告诉你一些道理了 好 我们怎么样知道说 如何坦荡 如何自在 如何喜乐 如何笃定 我们要看 原因在哪里 在佛法里面他讲出 我讲的那个是一个什么 佛法我想只要稍微接近 稍微深入一点都知道 我们讲缘起对不对 缘起 缘起 缘起不是一个很高的理论 应该讲很高 但他的应用很现实 我曾经 也跟一群老师讲过 那也是二十几年前讲的 就是气里气机的佛法教育 有 那个带着 我不知道好的 有没有 我自己没有 我们的教育 是不是会碰到问题 问题 为什么我们有一种无力感 整个环境各方面 因为一个气里气机 这里面 机就是我必须要了解对方 生命是活的 那还有药本身要符合 这个能治病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 多方面的善巧 我必须要了解对方 如果我这一点 我们向来如果把一个人看死了 比如说我们对 有时候对好学生 用功的学生 我们很放心 但我们没有把他当一个很活生生的人 有些好学生 他内心的压抑 往往被忽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会自我要求 我曾经认识一个学生 那时候跟我们在同一个年龄的 那时候我还在读高中 后来这一个人自杀 他考上台大 他跟不上 但他是自我要求很重的 那家人不断跟他讲 你不要 你不要在乎 没关系 我们不会要求你怎么样 但他就是自我要求很重 到最后还是跟不上就自杀了 这种人你不用去要求他 他已经过分要求自己了 但他的苦恼在 他的苦恼在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们在教育上 我们要给他什么东西 我现在没办法一个一个谈 但我们试着开放我们的想法 刚才我讲到open mind是怎么样 因为唯有你广观因缘 你才能打开 怎么打开 你发觉如果有些人生经验也丰富 而且加以理性观察 你发觉 事情不是你所说的这样 为什么 我们讲 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刚才小孩子 好人是好人 坏人是坏人 长大之后 好人是坏人 坏人是好人 他也好也坏 经典也这样讲 照一个夜下去 有白的也有黑的 有善的也有恶的 一件事情的当下 有的人 因为某种理由杀人 但这个杀人是为了大众利益 又是坏又是好 这种佛经都有谈 不是那种一刀两一切开 好就好 坏就坏 没有没有 现实人生里面好好坏坏夹 很难一口说尽 所以好学生也坏学生 坏学生也好学生 你看你怎么看 如果我们不知道 从更广的角度看到 他灵活变动的这种无常性 你本身的应对就僵硬 你一旦应对僵硬 你看的不实在 应对一旦僵硬 你的结果当然不如你期待 是不是 你一开始 你能怪 你怎么看不清楚 你每次都看这里 因为你脖子扭到 我们都看这里 你没有看哪里 你没有看这里 所以你的角度就这里 你的判断也就这里 所以我就常讲 十公分的中间是五公分 你试着保持中道 当然中间不一定是中道 那么姑且这样说 十公分的中间是五公分 你很用心把持五公分的位置 可是如果看到二十公分的人 他的中间是十公分 所以你的五公分是偏 但你还以为你很中正 没有你偏到旁边 如果我看的是一百呢 你那个五你是叫极端 可是他还沾沾自喜 我很中正 没有你很极端 可是他说 我明明抓中间 你明明就看到十而已 你唯有看到一百 你才会改变你的立场 对不对 但你不试着打开 多观察 所以佛法很多经典 就是角度 它就灯光 它就照着你 你看吧 你看的就是这个 你看今生 我跟你敢讲三世 所以儒家讲 为之生焉之死 佛门讲 既之生也之死 为什么 生死不能切 生死不断轮回 为之生焉之死 当然他有他的道理 并不是错 但我们要知道 其实你论到最后 包括临终光怀 西方的临终光怀 跟我们的临终光怀 就不一样了 他们会由现实的角度去看 怎么去满足一个临终者 但我们会看到 他的轮回更重要的因素 我们如何在对他临终者 做适当的光怀 我们的光怀角度会不一样的 为什么 见的面不同 就是这样 你想坦荡 坦荡不来 有怪故 有恐怖 怎么坦荡 那为什么有怪 有执着 人家无欲则刚 有欲就软弱 是不是 你怎么自在 你把自己看得那么重 又觉得自己需要好多好多 凡是要靠很多在 就不叫自己在 不是自己在 就很不自在 所以一个人 这个也要 没他不行 所以我都看到有些人开口 我很需要这个 我也需要这个 他越讲 我就知道这个人 注定悲剧一生了 需要太多 为什么 只要一个不满足 就算十样 他满足九样 可是偏偏每一样 对他都是有一种 关键上的作用 所以有的人 他只要一样就满足 就好快乐 因为他就要一样 你要十样 九样都满足 幸福程度是高过人家九倍 对不对 没有 因为有一样也满足 所以你的痛苦 跟那个子一样满足的 竟然比他还惨 你拥有的是他的九倍 你痛苦的是比他多 是不是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很多痛苦 都自己虐待了 为什么不自在 你弄的 你不断从很多地方 我明明告诉你要照见五蕴皆空 你会得从五蕴当中不断累积自我 所以经典讲 于色染着缠绵位置众生 于受想行事染着缠绵位置众生 你以为众生在哪里啊 没有就在染着缠绵里面 他已经告诉你看清楚假象 你才能从中解脱 你不但不看清楚 还不断累积 我不是要你做一个非常清高的 我只是要你智慧 你不要弄相反啊 你不要弄相反啊 那我很喜欢热我不希望苦 也可以 这是人性 但最好弄清楚 你的热其实就是苦因 最好看清楚 否则的话 有的人拼命断骨 拼命追求热 叫狗咬尾巴 嗯 狗自己咬尾巴 怎么咬也只有在那绕哦 咬不到 咬不到一直咬 一直绕一直绕 一直绕 苦也苦 他说我为什么一直要 我的命为什么要护着 我的命为什么要苦到一直绕 你不要咬就好了 可是他就挥得咬 那就怪说我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 没人困你啊 你自己困的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知道 为何不自在 为何自在 所以在佛法里面 他给你很多角度 他就是一个光 其实他不是一个宗教上的一种 信体 有时候应该讲 他不是一种 一个很强制的耶稣 不管你怎么样 你就尊重 不是 他是提供角度 所以很多经典 都在提供角度 唯有你角度 你就不会迷失 你只要不迷失 就不会做简自负 对 所以我说 如果你具有这样的智慧 你可以把这个智慧落在哪里 落在你的工作里面 你会告诉人 怎么样 看的层次不同 但你会试着引导 事情不要单面看 你会试着引导 比较忽浅的 你会从他能接受的角度 帮助他多看角度 引导 这样他 虽然不像我们讲开悟 但他因为观察的越来越周全 越周延 所以他的判断 错误的机会就越少 他自己束缚自己的因缘就越少 你给他这么一个单一事件的引导 至少这件事情他少苦 如果你给他处理这种事情的智慧 他以后就一直带着他受用无穷 你也在传道授业 解惑 实际上真的做到 你可以教很多科学 你可以教很多东西 但这一种智慧 所以我跟教授谈说 如果以我观察 他这样 他说 师父 没错 我们这一科里面有这个理论 刚刚师父你讲的 我没写过 这个佛法在世间 一样道理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 就是说 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怎么去掌握 所以 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就是什么叫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的缘起道理 这个讲缘起啊 有点复杂 但其实 我用简单的话 就是说 你试着冷静 开始看一个东西 刚才我们也稍微提过了 比如说 我常举例的 请问这个杯子是大还是小 大的还是小 你不能回答 你不能随便回答 你说大啊 因为你平常用的小的 你就用你的观念 用你的习惯来看 它大 大 但有的人向来都是 那个很大的 他说 那个很小 因为我的杯子更大 你不经意的 就随便採一个标准来判断 你知道什么叫此生故彼生 今天这个大小要拿个标准 标准出来才能说 这个东西大小 此标准出来 它大小的结论才能出来 那所以它大不为大 小不为小 为什么 因为它是相旺的 旺大为小 旺小为大 所以你不会执着 它一定大一定小 在适当场合它叫小 在某些场合它叫大 所以你想说 你拿一个大杯子来 讲这种话 这个实在是很麻烦 你大杯子我怎么知道你的标准 你跟我讲大小好不好 就像有人那个胶烹饪的 盐要放的刚刚好 刚刚刚好 我也希望它刚刚好 但你给我一个标准 你刚刚好 我吃咸的两勺 吃不咸的一勺 你应该讲说 在什么状况里面放一勺 什么状况里面放两勺 你至少精准一点 但因为我们本身的思考太过笼统 所以我们给人家的也是个笼统 给一个东西就是说 当我实际在想的时候 我无处下手 为什么变数太多 所以我们讲说 哎呀你往南走 不 那边你看到什么东西就向左转 你看到什么就向左转 结果他没有问说 我是往北到南还是南到北 结果到那边向左 我错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从南到北 我刚才是从北到南 如果你一向左 我这下就跑到对面去了 所以一个人向南能知道说 很多道理它是不定性的 它是用很多因言在移动的 包括你的学生 包括你的生活 很多东西保持开放 为什么要开放 因为你不得不开放 因为本身它的条件就一直在动 你保持这样灵活的观照 不是说一个修行 就是因为它事实就如此 佛教讲的是事实 我们为什么不自在 因为你有坚持 你会得在这个场合才自在 因为你的坚持 让你在这个场合自在 在其他场合不自在 我们什么叫随遇而安 我们想一下 你自己想 怎么样可以让你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的 就是境界很难把握 随时都来 对不对 你知道 镜子最容易随遇而安 为什么 因为镜子没有抓影像 镜子没抓影像 所以胖的来就胖 瘦的来就瘦 来则不隐 去则不留 底片呢 底片不行 底片一照 就这样 而且就慢慢坏掉了 镜子呢 来着来 去着去 他就可以学到了 所以有的人 很有性格 这个有性格也有 但中国有 无用之大用 我们是有用便没用 为什么 太坚持一个东西 所以会演演戏的人 他是什么 演戏的人 他如果要演悲剂 他自己内心会起一个劲 这样他才能哭得出来 他如果没那个经验 有的人他可能 因为越灵活的人 他就是会对劲 就是说我心起什么东西 我起什么心 我另外一个心就会跟得来 对 我能控制 所以具有 如果没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的人 他要演好戏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他不容易去 因为他的个性太单纯 他的生活经验太单纯 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在拍的片 拍 像大陆拍的片 历史片拍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文化背景里面 他们有这种概念 那我们有时候拍那个诸葛亮太好看 你知道太好看太嫩了 你找那种很漂亮很英俊的人 去演那个要很力尽沧桑的那些智慧者 你会觉得有点不大搭 为什么 不像力尽沧桑有点好像 太可爱了 那有点好像不大 因为你没有那种经验 当然有的还是拍得出来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东西不是你那种 你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有丰富的经验你在应对 你会学会怎么样 灵活 你会在这种灵活当中 面对某些情境 你有资料 可以起作用 我可以了解 我如何在演一个碑 我自己能从很多观想当中 感受那一份碑 所以喜剧的人 必须要有很细腻的人生观察 他从人生里面很存在的一些矛盾 里面演出的喜剧 他既是很好笑 但又能表达人性里面的很多矛盾 这个矛盾 看得会会心为笑 为什么那个矛盾我也有 就是这样 这种喜剧他不但是笑 而且他能说出人性 因为他可以看到这个人性是套很多因缘出来 所以他有时候用一种讽刺 演出喜剧 其实他有时候也是一种启发 因为他扩重观察 点出他的矛盾 那告诉原来矛盾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所以有些喜剧 其实又是一种什么 人性的启发 人生的启发 他就具有这种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佛法 它里面的源起就这样 我们试着开始开辟我们自己的角度 包括对学生 对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的自在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不自在 知道吧 像比如说我刚才讲过的 我们之所以不自在 是因为我们的身心被哪些条件绑住 如果你想要得自在 你必须要如何去除它 是不是 你想坦荡 可是你不能明了很多东西 你有所怪 你坦荡不来 是不是 所以像很多东西就是说 我们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什么 我们从一开始的判断 观察就出问题 我们要教好学生 第一个我们对学生的认知 观察不彻底 所以你下的药 不一定对 就像我们的生病的时候 很多人看法不一样 现在的病人不好做 以前的病人就傻傻的 医生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不对 现在病人因为资讯很多 你都不知道你要 因为有些医生这么讲 有些医生那么讲 当然我们运气很好 碰到好的医生 但有些人在我们现在这种 那以我这样的经验 你会看到有人 有些观念 他讲的不完整 所以就讲说 像比如说肋固醇要不要吃 大家一看到肋固醇下的钥匙 但肋固醇 后来我现在有点肋固醇专家 因为吃了一整年 大家知道 我们大家都跟我讲不要吃 后来我们一直的研究 包括抗生素 很多道理都讲一半 讲一半 所以你何去何从 资讯多到都不周圆 又没有一个好好的引导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我们都知道病急不要乱投医 偏偏你都知道不要乱投医 又不知道怎么医 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会越来越失去你的方向 资讯多到又不完全正确 所以像我们现在网路那么流动 对不对 其实我发觉并没有 资讯多到不一定增加智慧 一个讯息错误 马上引起很多的错误结论 等到厘清的时候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现在这叫网路 那你处在这种网路时代里面 你应该要懂得观察 你如果随便人家给你一个讯息 你就采用 那你活该 你天天看网路 看这些东西 不断在接受人家对你的诱导 那你怎么自在 所以我们现在试着开始懂得厘清 所以佛法里面任何佛法经典在谈 它都有因果关系 这个因果不是我们笼统那个因果报应而已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心经里面 造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谷恶 这就是因果 那为什么要造见五蕴皆空 因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欲护如是 因为事实如此 所以这里面提出一个观念 造见五蕴皆空 它不是灭五蕴 它是造 为什么 它有这些作用 但它不实际 但你以为实际 所以才苦恼 现在因为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它本来如此 现在我引导你怎么造 造完了以后 你就度一切苦恶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如果要往更深细的 你应该学会怎么样 认识你自己 你想坦荡自在 你就看你不自在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不是讲四圣地苦即灭道 对不对 佛法很理性的 你哪里苦 追它的原因 你看你的苦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苦因 看到苦果苦因 就知道怎么修了 因为它是跟着的 我因贪不自在 那修行方法不出来吗 不要贪 那不跟着来 苦即灭道 贪所以苦 不苦 不苦就是灭嘛 那如何不苦 不要贪 那不答案就出来了 你因为愚痴无名 看错事情 那我现在告诉你 怎么样理性看待 所以佛法的感应多快 当我们试着 开始学会冷静 多观相依待的关系的时候 这种缘起关系的时候 其实佛法的感应 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我们有时候 心好烦啊 好烦啊 烦到最后 我要讲说 我不会叫他不要烦 我说 你 我现在带你 你把你烦的都记下来 这个好烦啊 这个因为怎么样 我说记了一大章 假设是十样 我说 可是这样看 我发觉这一条跟那一条有关 其实你可以少一条 他本来说 哎哟好烦啊 事情很多 我说 我没有叫他不要烦啊 因为现在讲那个太多 我说 你把它分出来 你看这一条连这一条 所以这一条解决 那些都假的 所以你现在剩下九条而已 这一条又跟他有关 所以其实也只有八条 说的也是 只要一连串那个都解决了 对对对对 弄到最后剩下五条 我都还没解决 他就少一半了 我只是引导他观察清楚 他就重量 他说 以为好多啊 哎呀 千头万绪 如何处理 那一弄清楚 还没解决 可是 原来方法也出来了 我现在有些东西先不要担心 因为这个完了下一步它是连着的 你越来越清晰 计划也出来了 你心里就轻松了 这就要收钱了 大家看一下啦 没有收钱了 为什么 这个你都会 对 所以佛法在引导众生很有意思的喔 现在没办法细谈 我们现在的佛法很少这样谈 佛法可以谈到很深 但谈了很前 但他都以限量 限量就是 不是限制的限 就是现在的限 就是你的具体经验啊 以你的经验 然后再去比量 比量叫推论 去推论 有的人因为生活经验 生活底子雄厚 所以他很快就可以推论 就很快就局域反散了 有个人连一都没有 你就很难反散 因为他一没有 小孩子一没有 你怎么反散 你只能跟他讲 吃吃喝喝 就这样 因为他的基础太弱 所以不要跟每个人讲一样的话 因为他的生活经验不同 你一个度化人的 应该试着找到经验沟通处 就找到他的认知基础 以他的认知基础 再带他慢慢比量推论 好 他一下子有很多的苦恼 但我们试着怎么样 试着以他能接受的角度 引导观察 你千万不要一下理论讲太多 因为他感受不来 所以我们现在试着尊重对方的认知 然后以他的经验引导他 再进一步以他能观察的 其实在中论很多佛法的经典 他引导的都是你原来就有的 他用你现在能接受的逻辑 你去观察你智慧上的盲点 你观察上的盲点 就这样而已 他并不是要强迫你去信 没有 他就用你现在有的 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 他说 这个有啊 有啊 说 你为什么执着 因为他有 好 因为他有所以你执着 然后我再看 那你为什么认为他有 因为这样所以他有啊 我说 我这样所以他有啊 可是这个 这个讲到最后他是靠别人的啊 就像诈骗集团嘛 一个假检察官来 你完了 你现在要把你的钱拿出来 谁讲的 不然你打电话去问 结果他的给你的电话当然是假的 你不相信再问 他给你的都是他给 你拿到的都是他给你的 结果就叫诈骗集团 为什么 所有都假的 所有都假的 那你如果要我相信很简单啊 找一个真的啊 对不对 找一个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引导就是说 这是佛法的原理啊 但很少人用 就是说 我可能还会执着 但我往下看 你不用勉强委屈自己 你往下看 只要多看一点他的虚妄性 多了解他的真实性 你就得到一分之在 不是马上解脱 你就要想说 你认为有的 其实你现在 有的人讲到老半天 他说我还是执着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继续执 但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你认为执着 你认为他是不可靠 好好好 这一点我承认 我觉得他不可靠 但这一点我还是执着 你现在讲我听不下去 我觉得还是这样 好好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但刚才已经有达到一点效果了 什么效果 有些你认为实在的 原来你发觉不大实在 其实已经进步了 你身上很多条绳子 已经放掉一两条了 为什么不实在 以后这一点你不要去碰它了 你就往你执着那边去留意 其他这一块你已经解决了吧 不是吧 你已经看到它假了 你看佛法很真实感应 所以我在佛门所学的就是那个眼光 我出去不是塞着眼睛 我出去就用这个眼光在看东西的 我现在跟你们讲说 如果打开 从它的相依关系 因缘重缘角度 不要再一口气随着你的习惯 一口气就想要随便判断东西 你这种冲动要稳定的 所以你要持戒 不要随便不知不觉去 依习性去染灼造业 你应该修定稳定自己的身心 以便方便冷静观察 这不是借听会吗 你学会这个技巧 一出去以后就开始借慎恐惧 小心观察 这中间你还可能还有很多苦恼 但你的烦恼一定是越来越少 为什么看得越来越清楚 哎呀 人家又要大拍卖 很便宜去买一大堆不用的 小屁恋看得越烧就去买整堆 结果你知道买一大堆回来 放到家里 你们家租房子就一万五 结果买了五千塞着不用 你看虽然买到便宜了 每个月浪费五千 你把那一间塞掉了 你家有三间房一万五 你买了很多东西塞在一间都不用 结果每个月就浪费五千了 结果那个省的都没省那么多 所以说聪明嘛 贪小便宜其实都在亏啊 是 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会冷静观察的时候 我们开始应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为什么坦荡 我清清楚了然一心啊 我哪里会形成挂碍 哪个地方 我越来越能判断 足以挂碍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还觉得 这个不是我挂碍的恐怖的 我们因为有所执着 有些东西才让我们不能很直信的 展现我们的生命 对视的态度 为什么 你这中间有很多不清楚的 有很多你爱做的 所以你不能很正向面对他 所以我们经常隆隆隆隆的 所以生活在一种 自己给自己一个隆隆的概念 不断给你加诸自己很多心理压力 你知道我们的很多压力是乃至自己哦 事实上你注意看 所以我们现在试着开始在观察 这样的一个 我们活教的智慧 不要说光只是一种祈求 人家给我们智慧 不是 智慧不是那种笼统的东西 智慧 活教的智慧 不是那种简单的 智慧就是如死的意思 很如死 所以我们在引导很多人修空观的时候 有的讲得太高了 你应该试着依他 能限量感受的时候 好 我现在引导你 现在救你 所以很多人 我不是举到很多 一个例子就是说 有的人对很多东西说 哎呀 我们家这个古董啊好难得啊 大家一辈子就是 一家就是为了这个古董绑着跑不了 为什么 古董啊 所以家里就必须要有保险啊 有摄影机啊 为什么 怕古董不见啊 所以出门一定要有人留守啊 因为传家之宝啊古董啊 所以就绑在这里 结果碰到一个专家跟他讲 你注意看底下 放大镜放下 made in 台湾 全部解决 虽然失望 从此这一家解放 出门不用人留守 也不用保险 也不用用摄像机 什么都不用 为什么因为made in 台湾 全部解决 你就为了自己的妄想 让这一家不自在 在追求守护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是不是 我讲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法师跟我们讲的 他说有一个人啊 他上夜班 那上夜班他一回来 都半夜 半夜的时候 他说他因为住 住的房子是铁门 所以他就必须 铁门拉上来 就咕咕咕 碰 因为到顶了 然后再咕咕 碰 这样 邻居就受不了 为什么 都是半夜 所以人跟他讲说 你不要这样吵好不好 我们都受你影响了 所以人家就跟他抗议 他到最后就是很道歉 可是因为他就上夜班了 回来都是两三点了 他有一次 他就回来 他就门一拉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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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他啊 人家抗议了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他就开始慢慢拉 慢慢拉下来 他想说 那你要气也气一半嘛 对不对 因为我后半段没有想啊 对不对 你要骂就上半段 因为我忘了 咕咕 碰 所以我下面都没想 结果隔天一群人来 更生气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在等下半生 过去是 蹦 很快蹦就可以再睡了 这次是蹦 下一声没有 就一直等 就等那一声 等到白天 又很生气 你这样不是整我们 其实他 你看 所以我就讲说 拉的人啊 不知听的人的心 听受干扰的人 不知道拉人的心意 其实拉的人 其实已经有尽心了 可是拉的人 说你虽然尽心 可是你不了解 对方是用什么心态嘛 其实你干脆就赶快拉下来了 他不是就拉一半 就这一半 反正更扯人 拉着等 一直等下半身 结果都没睡着 对不对 每个彼此 不从缘起上的角度去看 你以为是这样 但事情不是你想的 那我们一个不自在的老师 在期待这个声音 你在那个世界那个什么 那个记录里面 有一个人 他去等一个公车 结果那公车走了 而且是那一条线 最后一班车 结果那一个人等不到 他很不甘愿 他后来每天都去等 人的执着 执着到 非得等到公车 就等好几年 因为那条线不走了 他那次没搭上 是最后一班 结果他就等不到 他就很不满 就每天固定拿个便当 去那边等 终于不知道等多少年 那一条线恢复 他终于上车了 他这一生就在活在等车里面 为什么 他的执着 像我们是不是有 会碰到 等公车 本来说十分钟来 等个半小时 那你要不要换车 你要不要 你会想到 这时候我如果坐计程车 刚好公车来 那多冤啊 所以就冤冤冤 结果那个车没来 因为故障 可是你不知道啊 所以如果你等了半小时 你刚叫计程车 结果公车来 你要怎么办 来就来啊 你千万不要 哎呀怎么这样 不要不要 为什么 你要回头去想 不是你能 不是你能决定判断的 本来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假如缺少一种 广阔的 合理的 如理的 与因缘观察 看他相依待的关系 我们轻易用我们 很冲动的习性 在判断事情 你会因你这样的一种 愚痴啊 给自己带来很多痛苦 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现在自己如何 更加自在喜乐 因为你不会 尤其外在的因素 我们就算不能一次解决 但由自自己主观 而造成的烦恼跟痛苦 是减少很多 其实如果往内 你就发觉 一切都依着你自己来的 好 你一旦有这种认知 有这种智慧 你开始就会产生 类似菩萨道所说的 有很多人讲说 活教应该做一些 让人家感动的事情 我说有啊 都有在做 他们认为 活教做感动的事情 就是慈善工作 其实不是 是智慧 给他鱼 不如给他钓鱼 当然活教吃素 讲这个例子怪怪的 不过他的意思就是 你给他鱼 不如给他钓鱼 因为这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在佛法里面 他讲说 你因为你所有的痛苦 我当然治标 我给你 但其实我们很清楚 由自自己的过去经验 包括很多的道理 我知道主要源头在哪里 所以我会试着 除了治标之外 我希望你有学会的智慧 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做了 我们试着开始理性 去了解佛法 给予我们的智慧 这时候你知道 为什么诵经有用 因为它就不断在 增长你的清净 增长你的思维 包括诵经 文法 包括修缮 它都有这种相等的意义 这时候你会找到 佛门所说的这些法门 它的精神 而不是说 我带了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祈求三宝加持 我希望我得现世乐 我希望我得到来世乐 结果老半天 我得不到 到最后乃是生疑惑 这怎么没有保佑 不是刚才讲的 照见五印皆空 才是保佑感应的原理 整个心经就告诉你 讲说 你如果我的 我三宝引导你 感应另有 也还有其他感应 我们不谈 但主要的感应源头在哪里 照见 你没做 我没办法感应 是不是 你自己必须要 你自己在这里一直颠倒照做 你如何形成一个非常有 非常好的生活 没有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生活累积了很多 很久 但我们依然得不到教训 我们得不到佛法的道理 我们得不到真实的感应 所以我们把重要的东西舍掉 却在寻求一个 必须始终靠着别人的同情 悲悯 才能得到一点安慰 你为什么不能化被动为主动 形成一个有智慧的人生 这才是你所有的自在喜乐的来源 只有今天我们要讲 好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到此 请合掌 好 各位学生 请 好 我们先回向好了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遇切 我等于众生 借供成佛道 阿弥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